多謝各位記者朋友辛苦你們 我剛剛完成了在北京的四日行程 在北京的時候 因為防疫的理由 是要閉環管理 所以是沒有見到記者 我回到來 所以希望跟大家去講述一下 四日行程的總結 四日行程裏面 最主要是出席三個活動 包括昨天上午 我是接受李克強總理頒發國務院令 委任我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 之後獲得李總理的接見 之後的下午獲得習近平主席的接見 在兩個會面裏面 其他出席的領導是包括韓正副總理 以及全國政貼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華寶龍等 我首先在這裏再次感謝中央對我的信任 委任我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 我是感到非常之榮幸 知道責任的重大 我會全力以赴 是無負中央對我的信任 以及市民對我的期望 習主席和李總理都一次強調 中央堅定不移 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爭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以及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我向習主席和李總理匯報了香港的目前情況 包括經濟 社會 以及疫情的情況 李總理亦都要求特區政府做好防控疫情的工作 在今天的上午 我是和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見面 在會面的期間 我亦都再次就香港一些具體的情況 向夏主席介紹 大家亦都交換了意見 我亦都表示 我作為後任行政長官 是會履行我的責任去盡快 去組織主要官員的管治班子 因為現在到7月1日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會盡快完成這方面的工作 向中央提名 按著《基本法》 請中央去考慮和決定去任務他們 我亦都向夏主席說 我在挑選管治班子的理念 是會針對他們的能力經驗 抱負承擔和施政的理念 這方面我會盡快完成有關工作 向中央作出報告 作出提名 讓中央去考慮和決定作出任務 中央來自此 成功了 剛才和決定